超市吉祥物福利熊 常常坐鎮各门市来招人气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但你有看过他脱掉帽子图案吗 哎呀 吓一跳 白色身躯穿上吉祥红衣服 头上的购物栏 这回改成拿手上 看久了还真是有点逗趣 帽子怎么变成手提栏了 变成光头了 就是他没戴帽子 好奇怪 戴帽子不是就是他的那个标志的吗 没了招牌帽子还差点认不出来 更让人意外的是 庐山真面目竟然是光头 不禁联想到他们两位 光头就是想到韩国瑜不是吗 你要想苏贞昌吗 你觉得像吗 是有点像 除了象征人 还有网友说长得好像open讲 两只吉祥物都有着圆滚滚大眼和脸蛋 整体轮廓相当圆润 网友点出重点 福利熊跟open讲 都是以光头造型吸人器 差别几乎只在福利熊头戴购物篮 open讲则有彩虹头饰 open讲 我知道它是同一间公司设计的 所以只是 那个帽子 那个装饰物不一样 这样子 其实鼻子嘴巴也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没错答对了 双方都是委托日本电通公司设计 全联表示就是看准电通公司 对角色经营的经验才会请他们帮忙 设计亲近消费者的吉祥物 而在原创故事当中 本来就设计帽子会从头上拿下来装菜和水果 吉祥物形象深植人心 造型改变也意外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 体别新闻连续品节台北超高道